听过什么冷门 比较冷门的 我的冷门其实 也不算了 我就是 因为我有朋友是做往生事业群的 我有认识就是 李医师 女生的李医师 李医师不冷很热门 但是我冷门其实 不然就是这样 就是我的最奇怪就是 已经算是李医师了啦 我是有听过那个 一个职业叫做闻臭师啊 对 闻臭 送着丰田来的 没有他就是 你要闻鼻翼吗 专门去闻 别人腋下的味道 对但他不是 别义也是腻下 他不是癖好 他是职业 对他就是 闻臭师 对把人家的腻下的臭味 从零到屎 分等 他皮分就对 对对对 主要在台湾吗 没有国外的 国外 他主要就是给一些 体香喷雾啊 致散喷雾的那种厂商 有没有效果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样做这个 那这就他说了算 嗯 这个太主观了 你也可以去问看看 不是我们会反射动作 我相信那些国外的闻臭师 遇到丰田 好 我会放弃这个行业 好好研究我的鼻翼 到底什么回事 好吗 要要吗 可是那天 那天他不是有弄之后 他要给你那天 那天你那天 那天你那天 那天 小李 怎么是鼻翼 今天要成功了 那个是粉刺的味道是不是 粉油的 他你在练制了 在练制了 来了来了 先给麦了 麦里奥 来来 其实还好 我跟你讲我耳朵后面 好笨臭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还好这个没有套招哦 真的还好啊 来了 你最近弱掉 那你要是小李 不够臭 不够臭 没有刚刚稳的 好好 来了 等一下 一定要只能左边的是不是 真的假的 有有有 这个有 这个没有套招 立东 你 立东 我不会碰到你 你闻闻看就好 试看看就好 我是有洗澡的人哦 你闻闻看 香脸 太惊人了 你闻闻看 你闻闻看 我闻闻看 我知道这个味道好臭 这是肚臍啊 不是不是 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学长 我给你解释一下 各位 各位 这是一个 忍门的小姿势 我有穿耳洞对不对 耳洞 它还没有完全密合 它里面那个垢一直 一直藏在那个 耳洞的那个垢里面 你把它揉出来 哇靠 很屌 哇 喜欢那个味道 我闻闻看 哇 哇 没留住 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 学长你要不要闻一下下 不要 谢谢 哇 真的 这个真的 好臭 很臭 立东 很臭 很臭 我都流眼泪了 真的会流眼泪 不是啦 真的 还在说 其实都是臭 但是它长得比较轻 它最近有轻啦 所以它会 但都很臭 这厉害吧 你胃痛 好臭 可是 我是有每天洗澡的 它是在那个 洞的里面 因为算是伤口的那种 里面揉一揉 里面那个是湿透 湿透 烂掉了 可不可以闻自己的比喻 好在那边吃也在那边吃也 好 对 还能闻 请问什么 不然我们要一直闻哦 日本有一个 很特别的工作 鹿猪男游 蛤 鹿猪的吗 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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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交到一个男友还有鹿猪 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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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猪的好找 鹿猪的男友 你要找鹿猪男友 有很多朋友 哈哈哈哈 怎么会知道 就是一个小时几千块 然后还有女友 还有女友 还有孙子 哦 孙子的就是 假装是你 我是你的孙子 然后我去照顾你 太老了 哈哈 我说 饼 让女生跑 饼 对对 真的会 对呀我带马 有他也带我孙子 哈哈 这么难啊 炸天气 炸天气 所以孙子啊 还可以那种 假装扮 就是 老婆老公 哦 骗这个原因 其实台湾有 让台湾开心 那不叫骗 嗯 那就让他们放 放心 对 放心的手 哎 哈哈 真的啊 他们快要走的时候就哎 哦 哦 请放 放心 那你听过什么 我这个就是真的 可以让他放心的走 行业 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兽衣模特 啊 现在有兽衣模特 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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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衣模特 我想说兽衣 对啊 兽衣模特 还模特穿的美 哎 这狗哦 批的 哎 哎 一般兽衣 他都是放在那个 就是model 假人嘛 然后现在是真的有这个行业 他是专门就是 穿一套 然后给你看 好不好 不行下一套 然后继续再换 等一下 真的假的啦 真的 给谁看 2020出的 请问一下 就是说 就是这个兽衣模特 哎 脸要化很白吗 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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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活泼的走秀 可以活泼 这就是这个兽衣模特 是这个兽衣模特 是这个兽衣模特